2023最最最猛的韩剧终于来了 李沙拉和江齐勇出演大反派恶鬼 我们还是有这么结束了 很搞笑 驱魔小队闻着味道来到了这里 然而他们的到来早已被恶鬼看穿 男人根本不是壁框的对手 壁框仅凭意念便将他牵引到身边 当男人发现自己异形人低估了恶鬼的能力后 已经为时已晚 男人被壁框斩杀 随后驱魔人的精华被壁框吸收 在吸收蓝色能量后 壁框的能力直接提升了一个等级 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 又一个染着白毛的男人出现 白毛的能力显然更强 一招就将壁框打倒在地 随后更是将壁框压在了地上 白毛回头查看地上男人的状态 等他回过头时 竟发现一把手枪已经对准了自己 然而白毛意念远远超过了壁框 他将手枪调转方向 慢慢走到了壁框面前 可他还是大意了 连续吸收两名驱魔人的精华 壁框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而另一边莎拉也正和一名驱魔人打斗 驱魔人触碰到了莎拉的身体 瞬间读取到了她的记忆 原来莎拉等人正计划着前往韩国 并且在他们的脑海中 全都是尸体 不知道已经杀了多少人 趁着驱魔人愣神 莎拉直接将其反杀 然后像壁框一样 吸收对方的精华 不过他也在战斗中受了伤 另一名恶灵及时赶到 在此之前他也击杀了一名驱魔人 并且让他惊讶的是 身为三级恶灵的他们 竟然可以通过吸收对方的精华 获取到驱魔人的能力 莎拉被瞬间治疗 这时壁框在连续吸收了 两名驱魔人的能力后 显然变得更猛 中文字幕兰训练 全都是尸体 全是尸体 封贴 这真实的标志 恶鬼驾驶着校车闯入了驱魔人的领域 驱魔人哈奈感知到了恶鬼的存在后 通知了同为驱魔人的伙伴前往支援 恶鬼驾驶着校车疯狂地在城市中乱窜 在即将撞上工人的时候 驱魔人没遇感到 由于惯性太大 梅雨没挡住 哈奈见状直接跳上了校车 将方向盘抢了下来 然而恶鬼并没有被消灭 反而将它按在了下面 生死瞬间 哈奈发动能力将恶鬼打晕了过去 可此时的校车刹车已经失灵 眼看校车就要开向断桥 魔度连忙驱车开在了校车前面 然后横在了路中央 看见校车停下 哈奈和魔度松了口气 可接下来 恶鬼再次站了起来 并且挟持了一名孩子 恶鬼被逼到角落 所有驱魔人都赶到此处将他围了起来 关键时刻 苏文赶了过来 苏文用超强念力将恶鬼抛向空中 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见到恶鬼没了动静 这才走上前 然后进行了驱魔仪式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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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戴口罩的男人是房地产大亨 利用烂尾楼骗了无数平民百姓一辈子的积蓄 赫拉与另一名恶鬼在清理完闲杂人等候 闭矿走到了男人面前 男人不想将自己的财富拱手让出 于是打算与他们周旋 不过他的心思却被闭矿一眼看穿 而闭矿也没惯着他 他使用念力将男人托起 赫拉扣住男人的面部 想要读取他的记忆 然而这时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个名叫文指的女人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文指也是被男人利用烂尾楼欺骗的人之一 此次前来是为了找妻讨要个说法 可是他并不知道 他竟然亲眼目睹了恶鬼作恶的现场 文指被拉了进去 与此同时 文指的老公马队员正在口罩男的烂尾楼面前 劝说那些想要自杀的群众 虽然他救下了那些想要寻死之人 不过却救不了自己的妻子 当马队员赶到医院时 文指已经大出血而死 并且肚子里的孩子也同样没有保住 马队员与文指的朋友苏文和哈奈赶到了这里 然而就算他们是驱魔人 也无法阻止文指的死亡 葬礼上 所有的驱魔人都参加了文指的葬礼 马队员大声质问他们 马队员的花莉莉在目 苏文找到维根 想要打听文指的消息 不过维根却没有告诉他 因为除了有关驱魔人的事情 他不能透露任何人的信息 而另一边 酒店的服务员提醒着赫拉有关退房后结账的相关事宜 没等女人说完 赫拉便打断了她 回到房间 赫拉发现壁框正盯着窗外一直看 于是她走到壁框升殿 看到了有关驱魔人领域的光主 身为三级恶鬼的他们 无比地渴望吸收驱魔人的能力 季逢是一名养牛小生 整日与牛为伴 在一次相亲现场 女人透过照片发现季逢是个照片 于是打算开溜 不过却被季逢叫住 无奈之下 她只好强忍着男兽与季逢相亲 可季逢因为职业关系 每句话都离不开牛粪 气急之下 女人直接离开了这里 季逢发现了她的手机没有拿走 于是追了上去 然而当她走出商店后 正好看到女人就要被车撞倒 来不及细想 季逢冲了上去将女人踢开 而她也被撞飞 这一幕被执行任务的驱魔人魔度看到 魔度跟着季逢来到了医院 由于驱魔人的岗位还差一人 在看到季逢英勇救人后 魔度认为季逢是一个好苗子 于是她拜托维根 将季逢拉到了驱魔人的面试现场 维根向季逢讲解了有关驱魔人的事情 然后给了她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昏睡下去 要么成为驱魔人苏醒过来 习惯了养牛生活的季逢本不想选择 但奈何她不想一直昏迷 最终迫于无奈 只好答应了维根成为驱魔人 然而让她想不到的是 刚成为驱魔人的她就要面对 闭框三大恶鬼 男人被恶鬼从楼上扔了下来 她挣扎的想要逃走 不过却再一次被从更高的楼层扔了下去 恶鬼以此为乐 正当她还想继续玩下去的时候 却看到无数光柱拔地生起 原来是驱魔人感知到了她的存在 驱魔一行人此刻正在训练实习生计讽 这时哈娜突然感知到了不远处有恶鬼的存在 得知此消息后 他们前往了恶鬼所在处 哈娜告诉他们 这个恶鬼的能力不一般 可以反侦查到他们的领域 抵达目的地后 苏文展开领域 不过并未发现恶鬼的踪迹 于是几人分开行动 梅玉来到烂尾楼 发现了之前被恶鬼折磨的男人 通过感知 梅玉知晓了在这里的恶鬼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 同时 哈娜率先发现了恶鬼 在触摸到恶鬼的瞬间 哈娜知道的恶鬼在不久前吸收了他们队友的能力 这时魔度也赶了过来 虽然魔度更强一筹 但恶鬼的恢复能力却让魔度与哈娜感到无奈 几番打斗后 恶鬼将魔度打倒 然而就在她打算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苏文及时赶了过来 苏文的强大并不是其他几名驱魔人可以比拟的 利用强大的念力 苏文将恶鬼耍得团团转 不过她还是大眼 恶鬼利用声东机吸将魔度打下了大魔 苏文为了救魔度 放走了恶鬼 刚才几人打斗的画面 被远处楼顶的壁框看在眼里 晚上 苏文分析着有关白天恶鬼的身份 据他们了解 此次来到韩国的恶鬼一共有三人 眼下一人出现了 那么剩下的两名肯定也到了 与那些之前遇到的恶鬼不同 这一次的恶鬼可以反向感知驱魔人 所以想抓他们 很是困难 想到白天读取道的记忆 哈娜说出了之前发生在电梯的一幕 可接触恶鬼的时间太短 她并没有看清另外两人的相貌 不过 哈娜却可以从入院的口罩男身上下手 他们来到医院 苏文利用念力将保安下跑 哈娜顺利进入到了病房 她将手扣在了男人的头上 于是读出了她的记忆 不过哈娜却发现 男人的记忆似乎被删除了 她拜托苏文释放领域加强能力 然后哈娜再进行恢复记忆 随着能力被加强 男人的记忆被恢复 而哈娜也终于看清了所有人的相貌 并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当时文指被拖进去后 曾哭喊着向他们求饶 还说自己已经有了身孕 然而碧框并没有因为文指的话改变想法 于是她利用念力控制了男人的双手 杀死了文指 哈娜将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了众人 几人听后也决定必须要报复回去 而另一遍 黄一恶鬼说出了苏文的能力 她称苏文可能会比壁框厉害 听见她对苏文的评价 壁框的自尊心开始作惯了 第二天 苏文根据哈娜的描述画出了壁框的画像 然而几分钟后 壁框却手持硬币一步步地走向了苏文 男人因试图杀害杀妻凶手 结果自己做了牢 御友们得知后纷纷走到面前进行嘲讽挖苦 罪犯说她就是因为懦弱才照顾不好老婆的 并且连一个杀掉自己老婆的人也杀不死还活着干什么 妻子是男人的软肋 听见对方拿自己妻子说三道四 男人终于忍不住对其大打出手 不过还是被狱警们拉开了 由于打架斗殴 男人被关了禁闭 他将目光望向窗户 这时一条绳子出现在了那里 想到自己对妻子的愧疚 男人打算结束自己 然而就在这时 恶鬼闻到了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不甘其愤怒 这种味道对恶鬼而言简直无法抵抗 受到恶鬼的蛊惑 男人看到了王七 并且王七还对他说该死的是别人 他会唤醒愤怒 给他想要的力量 让他不要拒绝自己 出于对妻子的信任 男人的身体无条件地接受了恶鬼的附身 另一边 恶鬼三人组的老大壁矿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驱魔人的大本营 此次来到这里 壁矿想要知道驱魔人之手的苏文能力 是否比自己强大 壁矿邀请苏文坐在自己身边 然后不顾周围孩子们的存在 两人开始了念力对抗 随着两股念力冲撞 四周的玻璃逐渐开裂 并且房屋也开始了震动 其他两名驱魔人见状也跑了出来 随时准备保护四周的普通人 然而晃动越来越大 就在杯子掉落的一瞬间 壁矿放弃了斗法接住了杯子 从刚才的斗法中壁矿发现 所有驱魔人都有着很多要守护的东西 这一点与他们恶鬼有着本质的区别 壁矿走后 苏文再也坚持不住跪了下来 鼻血也流了出来 而壁矿也并不好过 他与苏文其实是两败俱伤 就在壁矿与苏文斗法的时候 魔度正在训练刚加入驱魔人的计讽 由于计讽刚刚成为了驱魔人 所以他的能力目前尚未觉醒 只能通过训练挖掘潜能 不过就在这时 魔度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 马队员抢走了一辆消防车跑出去 当魔度利用驱魔人的能力找到马队员时 马队员此刻正打算用斧头 砍向杀害妻子的诈骗人 自妻子死后 马队员整日浑浑恶落 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 所以他打算为王妻报仇 不过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只是因为身为人类 他不想杀死人类吧 这句话也是他自己说的 之后 马队员便进了监狱 像开始讲的那样 被恶鬼附了身 因为恶鬼三人组 与以往驱魔小队遇到的低级恶鬼不同 所以他们找到了新的场地 打算进行体能训练 苏文提议大家先训练速度 因为恶鬼三人组 最差的那名恶鬼速度计快 所以想要打败他就要比他更快 一段时间后 哈娜带着季逢外出跑步 本以为只是跑一个步而已 结果季逢就因为摔了个跟头 磕到了鼻子就觉醒了天赋 男人只是摔了一跤 结果就觉醒了鼻子可以闻到恶鬼的能力 季逢从前是养牛的 所以对各种味道极为敏感 他发现面前的男人身上 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恶臭味道 这股味道让季逢生不如死 最终 季逢被恶臭熏得吐了出来 不过呕吐物却吐在了别人身上 哈娜见状想要道歉 然而当他触摸到男人的身上时 竟从对方的记忆中 发现面前之人竟是一名恶鬼 男人不是哈娜的对手 只能将一名无辜女孩当作人质 好在哈娜在这之前进行了速度加强训练 在关键时刻 哈娜就吓了那名女孩 处理完恶鬼后 哈娜这才反应过来是季逢发现了恶鬼 她将季逢觉醒能力的事情 告诉给了其他驱魔伙伴 而季逢也因为觉醒了能力变得极为自傲 甚至为了保养鼻子还为鼻子买了鼻膜 不过就当众人为季逢感到开心时 一旁的魔度却显得心事重重 趁着别人睡着 她不停地对沙袋进行发泄 在见到季逢帮助了大家后 魔度认为自己好像一直都没什么用 就连上一次与恶鬼三人组的老三对打时也落了下风 所以魔度感觉自己好像可以退休了 听完魔度说完这些话 邱女士直接掐了过去 身为治疗师 她很清楚魔度身上的骨头比别人硬多少 第二天 季逢对待自己的鼻子愈发矫情了起来 季逢的样子让魔度看不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 季逢突然闻到了恶鬼的味道 驱魔小队跟着季逢的指引连忙追了上去 经过了几番绕路花圈后 他们来到一座废弃工厂 苏文展开领域并未发现异常 季逢见状也说好像是自己闻错了味道 季逢的话让原本就对她不满的魔度更加不满 不过就在众人打算离开时 哈娜却突然感知不远处的卢尾 从有恶鬼的存在 不过这名恶鬼并不是恶鬼三人 紧接着哈娜再一次感知到了 美术馆也有恶鬼的存在 并且这只恶鬼比较弱 属于一级恶鬼 现在两只恶鬼同时踏入了驱魔人的领域 驱魔小队决定分组行动 弱的那只恶鬼由邱女士和老头一同前往 剩下的那只较强的则交给他们 然后就在几人上车时 季逢却回过身子擦了擦鼻子 这一幕恰巧被苏文看在了眼中 上车后 苏文见到季逢欲言又止的样子 询问了她到底怎么了 季逢说美术馆方向的恶鬼气味好像比较浓 听见她这么说 几人都感到意外 毕竟哈娜说过美术馆的恶鬼很弱 与此同时 邱女士二人抵达了美术馆 他们本以为此次行动会非常简单 然而当他们见到恶鬼的模样后 却让他们无法相信 因为这只在哈娜感知下很弱的恶鬼 竟然是恶鬼三人族里的老大壁狂 这也变相说明 季逢说的是对的 如今驱魔小队中最弱的两人遇到了最强的恶鬼 他们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同时 苏文也在想万一季逢说的是对的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 苏文打给了邱女士 不过对方并没有接听 想到季逢之前的话 苏文意识到了不好 而季逢也因为太过紧张 根本无法确定到底哪边才是对的 为了稳妥起见 哈娜建议他带着季逢去卢伟丛 而苏文和魔度则去美术馆 此刻的美术馆 邱女士二人已经被虐得体无完肤 老头子更是差点丧命 邱女士见状发了风湿地挥舞着长枪 不过还是被壁框控制了 壁框控制着邱女士的身体 眼看着长枪一点点刺向老头 苏文及时赶到 化解了危机 两边都是队伍中最强的存在 这一次谁又能胜利 这是苏文与恶鬼壁框的 惊天一战大场面 在这之前 壁框被苏文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苏文却因为在战斗中 不停地责怪壁框之前的 所作所为不小心溜了好 壁框捕捉到了这一点 局势瞬间扭转 苏文被超强念力压得不停地踩脚 同时 季逢与哈娜也来到了卢伟丛 当他们跑到低级恶鬼身边时 这名恶鬼已经死去 他们意识到上当了 没等他们做出反应 季逢突然闻到了恶鬼身上散发的味道 第一次参加实战 季逢又紧张又害怕 这使得她无法确认恶鬼的方向 哈娜劝她冷静 可此时的季逢已然听不进去 就在盖丽马上来到他们面前时 季逢突然确定了位置 可盖丽速度太快 再加上季逢第一次参战 使得哈娜身上多处受伤 趁着哈娜倒地时 盖丽正面袭击了季逢 季逢因为鼻子遭受重疮 刚觉醒的能力瞬间荡然无存 见此情况 季逢是指望不上了 哈娜只能靠自己 想到苏文之前训练时 说过要用身体感知 哈娜闭上了双眼 在盖丽临近时的瞬间 哈娜猛然反击 随后利用盖丽手上的只虎 将她的左眼戳下 没了一只眼睛 盖丽慌忙逃走 此时的另一边 恶鬼三人组的老三 也将邱女士和会长拦了下来 他们两人一个是治疗 是一个什么也不会 所以根本不是老三的对手 关键时刻 魔度赶来支援 邱女士配合上魔度 老三很快被打倒在地 画面回到壁矿这里 壁矿看着被自己吊起的苏文 郁佳得意了起来 想到自己很快 就能得到苏文的能力 壁矿决定将苏文杀死 然而就在苏文 马上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想起了自己 对马队员的承诺 于是苏文潜能爆发 领域全开 直接将壁矿反噬 苏文用绳索将壁矿 吊在空中 准备将他五马分尸 然而这时 壁矿看到了会长 这让他得以钻了空子 壁矿用尽最后一丝能量 将手枪拿到了手上 瞄准了会长 最终 在壁矿与会长之间 苏文还是选择了会长 他跑到会长前面 替他挡下了致命的一枪 苏文回过头 发现壁矿早已不见了踪影 过程虽然很惨烈 小队成员也都挂了彩 不过还是有收获的 因为恶鬼三人组的老三 被留了下来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邱女士走上前 将老三体内无辜的灵魂 释放了出来 一段时间后 小队成员为了庆祝 干掉了一名恶鬼 开始了歌舞表演 不过有一人 却不在这其中 那就是季风 自己的无能和能力的丧失 让季风感受到了 自己在队伍中 是多么的差劲 为了不给团队拖后腿 季风留下了一封信 回到了乡下 盖丽被哈内戳 瞎了左眼 无奈的他只好 用眼罩加以掩盖 他询问壁矿 接下来要怎么做 壁矿没有回答 而是说他们的王 说的没错 他的能力 确实不如苏文 根据壁矿这里的话 可以看出 在他们身后 还有一名更大的boss 盖丽听见这样的话 将手里的水杯砸了过去 愤怒地以为壁矿要逃跑 然而壁矿却用念力 将他控制了起来 并且嘴里还说着 监狱内 被恶鬼附身后的 马队源正在瑟瑟发抖 在他的内心世界中 恶鬼出现在了他面前 他称马队源 是他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类 马队源见到恶鬼的模样后 也被吓了一条 他不停地让恶鬼 离开自己的身体 可此时的恶鬼 又怎能如他所愿 况且对他而言 像马队源这种特殊的人类 是千万个里面都不曾有波的 所以他更不能放弃马队源 见到马队源不坚定 恶鬼利用他的妻女 开始了蛊惑行为 而马队源在听到恶鬼的蛊惑后 眼神突然产生了变化 恶鬼三人组第三名成员确认了 马队源以超强念力觉醒 季逢因为能力丧失 回到了乡下养牛 他对父亲的解释 是公司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 听见这样的结果 父亲决定将这件牛舍卖掉 本想着季逢到了大公司 他对家里的支撑 贷款根本无法继续偿还 只能卖掉牛舍 父亲的决定让季逢无法认同 他的能力与他这些年养牛脱不开关系 况且这些牛还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不同意父亲的打算 卖掉牛舍父亲也不想 但谁叫自己的儿子 不争气工作到一半就离开了 父亲想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苏文艺行人来到了这里 季逢的突然离开 让他们都很伤心 而且季逢已经和他们生活了一阵子 他们早已习惯 战斗中害怕也不是季逢的原因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 希望可以劝说季逢回到面馆 魔度故意吓唬季逢 称如果他不回去被领导知道了 他不仅会被剥夺身份 还会再次陷入昏迷 魔度的话未能起到作用 季逢也将自己能力消失的事情讲了出来 季逢的这句话将众人吓了一跳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季逢可以回到队伍中 没准能力丧失 只是因为刚觉醒还不稳定导致 几人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季逢 然而季逢最终还是没答应他们回去 晚上回到宿舍 看着下铺空荡荡的 苏文想起了季逢 而季逢在他们走后 也与父亲再次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在他为父亲染头时 季逢突然同意了父亲卖掉牛舍的想法 可是父亲却说他不务正业不好好赚钱 并且还把村长的儿子进行了比较 听到父亲说别人的儿子好 季逢心态瞬间崩溃 面馆内苏文决定要单独找季逢聊聊 他还是希望季逢可以回来 而有着这个想法的还有哈娜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打算一同前往季逢的家 季逢独自一人在草里坐着 时不时的还想起了当初刚加入组织时的画面 就在他沉浸的时候 父亲打断了他 说是世子熟了 让他送些去村长家 虽然不愿意理父亲 但他还是去了 不过当他赶到村长家时 村长的儿子竟然拿到钥匙副 只因为他父亲不肯江山卖掉 季逢跑上前 发现村长的儿子竟然被恶鬼附了身 如今季逢没有任何能力 他只能拼命地阻止 但他又怎会是恶鬼的对手 在他与恶鬼打斗时 季逢父亲见到了这一幕 他跑上前给了恶鬼一铁锹 却没有任何作用 但恶鬼却恼羞成怒将他打飞 季逢见到父亲被打 连忙走上前将他护了起来 而季逢 此刻却遭受着恶鬼的不停地毒打 不过打着打着 季逢突然看到了恶鬼身上冒着绿光 他爬到其面前闻了起来 季逢能力再一次出现 当苏文二人赶到时 季逢正在暴揍恶鬼 苏文与哈娜在得知他的情况后 也为他感到开心 由于恶鬼是季逢打倒的 所以哈娜提议让季逢进行召唤灵魂仪式 伴随着哈娜的指导 季逢将手放在了恶鬼身上 随着恶鬼不断争吟 最终被吸入地狱之门 在临走前 季逢为父亲染了头刮了胡子 还为父亲换了双心鞋 而父亲也为他准备了一双心的鞋子 季逢责怪父亲没钱还乱花钱 但父亲却说哪怕没钱也不能差儿子的 并且他还说 与此同时 盖丽告诉了闭矿一件事 在之前与哈娜战斗时 盖丽获取到了她的记忆 从她的记忆来看 有一名男人似乎是死去女人的丈夫 说到这里 盖丽拿出了马队员入狱后的新闻 自这开始 他们将目标放在了马队员身上 监狱内 律师正在告诉马队员即将开庭的消息 不过在他与律师沟通的时候 附身在马队员身上的恶鬼 时不时地就会出来干扰一下 到了庭审当日 苏文几人也来到了这里 只要马队员一会不停地道歉 那么就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 不一会 庭审开始 这时闭矿与盖丽也来到了这里 马队员起身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进行了畅谎 不过说着说着 马队员却突然变了一副样子 而见到这一幕的闭矿 也发现了附身在马队员身上的恶鬼 在下集预告中 马队员与恶鬼达成契约 并且觉醒了超强念力 不仅如此 他好像还加入恶鬼三人组成为了第三人 觉醒念力的马队员简直无人可当 附身在马队员身上的恶鬼突然出现 原本正在忏悔的他突然改口说出了要杀人的狠话 壁矿捕捉到了马队员身上异常的这一幕 一个大胆的计划涌上心头 苏文跑来劝马队员不要放弃希望 而马队员听后只是回答他什么都晚了 苏文送马队员的母亲回到了家 壁矿和嘉莉则在一旁偷偷跟了过来 见苏文离开 壁矿与嘉莉走了进来 为了顺利让马队员成为恶鬼三人组的第三人 壁矿命嘉莉读取了老胎的记忆 他们只有更加了解马队员才能对症下药 嘉莉不解 明明马队员弱得连个普通人都杀不掉 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招揽他 壁矿的解释是 他从马队员身上感知到了不同寻常的力量 一旦将他体内藏着的力量引导出来 届时他会成为与所有人都不同的恶鬼 监狱内 马队员想着苏文昨天与自己说过的话 这时恶鬼又一次出现 试图诱导马队员接受他的力量 不料狱中三个傻缺走了过来 上一次马队员走完他们其中一人后 这几人便时刻想着报复他 在撂下狠话后几人离开了这里 望着离去三人的背影 马队员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同时恶鬼的声音又一次出现 恶鬼口中所谓的客人 其实就是壁狂 马队员不认识壁狂 询问他是谁 壁狂没有回答而是张口说出了 有关马队员妻子被害的事情 他先是提了马队员之前 想要杀死的朴先生 然后又道出了马队员和他妻子 被白头建设骗光一辈子积蓄的事情 两件事情每一样都像刺一样 扎向了马队员的内心 马队员控制不住情绪大声质问 他在说什么 声音引来了预警的注意 壁狂直接利用意念毁掉摄像头 送他上了西天 看着马队员吃惊地望着自己 壁狂说让他不要着急 因为他马上也会得到这样的力量 训练场地内 苏文几人正在分析着 季逢的能力有效范围 通过他们的观察 他们发现季逢只能闻到 三公里内恶鬼的气味 目前季逢没有闻到任何味道 说明他们附近暂时是安全的 紧接着苏文将自己心里的事情 说了出来 自从建完马队员的一样后 他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所以他认为必须马上抓到壁狂和家里 尽早将所有事情告诉他 虽然苏文是这样想的 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壁框早已先行一步了 驱魔小队带着季逢出来 找寻恶鬼的踪迹 好在季逢没辜负他们 他闻到了家里的味道 此时的家里驾驶着汽车 来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拿回 白花建设属于他们的那笔财富 当他走到冷冻市后 却没发现钱的踪迹 他询问负责人前去哪了 负责人则是告诉他自己不知道 并且见到家里独自一人 还是个女人 于是心生歹念打起了家里的主意 当季逢几人寻着味道赶来后 正好碰到了家里杀人的一幕 家里见到是季逢他们撒腿就跑 逃跑时还刺破了沿路的管道 伴随着管道碎裂 瓦斯喷了出来 好不容易恢复能力的季逢 由于吸入了太多瓦斯 又一次失去了能力 而这一幕恰巧被家里捕捉到 家里将刚才的一幕讲了出来 壁框听后不停地狂笑 他还没见过有如此鸡肋技能的驱魔人 看着面前不当回事的壁框 家里愤怒走到他面前 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找来呢 或许壁框知道了寄逢的能力 是有距离限制的 牢房内 恶鬼又一次以他的妻子 为由诱惑马队元与他合体 同时 壁框与家里也来到了监狱 马队元竟然还有完全体形态 恶鬼三人组终于齐全了 受到壁框和恶鬼的持续诱惑 马队元内心的防线逐渐崩溃 在苏文几人谋划下一步的行动时 魔度来到警局 通过警局系统 他查到了有关家里的资料 至于壁框 他们目前掌握的只有画像 他分析着白话建设与恶鬼的关系 他认为既然壁框等人的目的是 白话集团这几年诈骗到的钱财 于是他打算先一步找到他们想要的财富 循着被加利杀死的那几名男人车上的导航 魔度与苏文来到了一间洗衣店 闯进去后 在里面发现了白话建设用于洗钱的设备 然而就当他们打算将这些证据带走时 电脑里的资料突然被删除 苏文见到有一名神秘人躲在了这里 当他追出去的时候 对方已经逃走了 同一时间 壁框与加利深夜突袭了看守所 在处理完所有警卫和监狱服刑人员后 两人站到了马队员的面前 马队员询问壁框口中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壁框则是让他自己去寻找 没得到想要的真相 马队员气急败坏地走上前就要掐死壁框 可没觉醒的他哪里是壁框的对手 壁框以压倒性的力量玩弄了马队员 同时还用言语刺激着他 目的就是逼迫他接受恶鬼的力量 加利更是走到马队员身边 通过读取他的记忆说出了马队员妻子说过的话 第二天 苏文来到了马队员母亲的家 他准备替老太为马队员送一些衣物 然而就在苏文拿东西的时候 监狱内的马队员却出了状况 因为昨晚的事情 马队员一直昏迷到了现在都没醒来 马队员又一次来到了内心的世界 看到马队员出现在了这里 恶鬼走到他面前 于是与他进行了合体 马队员刚醒过来 三个傻缺就来到了他面前 嘴上还不停嚷嚷着要让他断头 当棍棒砸向马队员的瞬间 马队员直接徒手抓住并将其掰弯 然后更是用超强念力解决了另外的一人 仅剩下的男人拼命地求饶 但马队员却直接隔空将他抓了过来随后弄死 接着他摧毁了监狱的牢房走到外面 同时监狱警报也响了起来 马队员左右手不停地开弓 将那些阻挡他的狱警全部击飞 然后凌空一跃 前来送一物的苏文离开时 正好看到马队员飞出来的这一幕 马队员回头望向了苏文 惊奇的传闻最猛的一击来 苏文亲眼看到了被恶鬼附身后的马队员 他尝试劝说马队员让他驱逐恶鬼 但马队员体内的恶鬼却不停地干扰着他的大脑 见到马队员要走 苏文上前就要阻止 然而马队员身上的力量此时已经彻底超过了苏文 太阴掩压的姿态将苏文困了起来 苏文释放领域准备再次阻止他 同时随着苏文领域释放 哈娜也感知到了这一点 当苏文正开束缚后 玉警们又跑出来捣乱 苏文怕马队员受伤 于是回头阻止了他们 等到他再回头的时候 哪里还有马队员的身影 碧框与加利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部看在眼中 他们没想到刚刚才被恶鬼附体的他竟然如此之强 碧框知道 好戏才刚刚开始 哈娜把马队员被附身的事情告诉了大火 他们一行人决定前往朴先生所在处蹲守 毕竟马队员的复仇目标就是他 可当他们赶到这里时 却根本没发现马队员的踪迹 马队员母亲家 警察把马队员越狱的事情告诉了老太 希望老太如果有任何有关他儿子的消息 第一时间可以通知警方 老太听后告诉他们马队员不会来这里 在此之前他连探监都拒绝了 所以他不认为警方来到这里蹲守有什么用 然而警察前脚刚走 马队员就出现在了母亲身后 儿子的出现让老太感到意外 紧接着他又惶恐了起来 他劝马队员回去自首 一切都还来得及 看着母亲的样子 马队员心如刀割 他谎称自己要吃母亲做的饭 老太还以为马队员同意了自首 可当他去厨房忙活的时候 马队员早已离开了这里 他此次前来 就做好了不会放弃复仇的准备 回到家中也只是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他心里清楚 当一切结束后会亲自结束掉自己的性命 马队员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 随后利用超强念力企图 让所有阻止他的警察自杀 好在最后并没有下死手 在即将离开的时候 母亲出现叫住了他 不过却没什么作用 马队员仍然一意孤行 哈那几人感到施老太已经受到了刺激 他尝试利用领域感知马队员 不料却发现马队员可以通过他的领域反向与他对话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哈内非常惊讶 他将马队员身上特殊能力的事情告诉了大伙 他们想不通 为什么刚刚才被恶鬼附身的他一下子就拥有了超过三级恶鬼的能力 目前为止马队员还没有杀害任何一人 这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还来得及 所以他们必须在马队员彻底黑化杀人前阻止他 医院外 马队员正在不远处盯着医院的方向 因为白天哈那曾说过他的母亲晕倒了 正当他想着这件事的时候 嘉丽出现在了他身边 随后属于恶鬼的领域展开 嘉丽惊讶地发现马队员竟然已经能够看到领域了 为了加快让马队员黑化 嘉丽在一旁不停地用言语刺激着他 见到他无动于衷 嘉丽把他死去的妻子提了出来 这句话惹怒了马队员 他警告嘉丽如果再敢侮辱他的家人 他将会第一个杀了他 说完此话 马队员离开了这里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嘉丽怀疑马队员是否真的能被他们控制 碧框走到他身边 马队员身上的能力变化 他无比期待 因为一旦马队员变成完全体恶鬼 将会是一种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心态 不过看样子马队员目前并没有杀掉朴先生的打算 所以碧框决定推波助澜 第二天 驱魔小队正在分析着马队员接下来的行动 会长猜测既然他可以因为母亲动摇 那么是否会前去医院呢 说到这里 三人顿时醒悟 同时 摩杜也将看守所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苏文 当时的所有人都没了记忆 监控器也全都损坏 摩杜的话也让苏文毛色顿开 能同时做到这些事情的人就只有碧框和嘉丽 他们先前想不明白的地方随着摩杜的这些话 终于知晓了一切都是恶鬼在暗中搞鬼 也就在这时 季风又一次闻到了恶鬼的味道 医院内 马队员的母亲正在进行手术 这时碧框与嘉丽闯了进来解决掉了全部医生 他来到老太面前 然后拔下了他的氧气管 如果马队员得知自己的母亲死了 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惊奇的传闻最刺激时刻 马队员与昔日好友苏文反目成仇 甚至杀害哈娜 壁框与嘉丽来医院想要弄死马队员的母亲 加快她的觉醒速度 独料刚拔掉氧气管苏文等人就赶了过来 嘉丽想要直接动手弄死老太 却被壁框拦了下来 马队员可以独取领域 若他们在这动手 马队员就会知道是他们杀死了他的母亲 当驱魔小队来到手术室时 发现马队员的母亲还有的救 邱女士冒着流鼻血猝死的风险 终于将老太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第二天魔度来到看守所 在与一名罪犯沟通时 无意间发现了对方脖子上的纹身 这个纹身苏文在前几日追逐 洗衣店销毁证据的人身上看到过 魔度来到警局 整理后发现这几人 曾经都是死去之人李中宰的手下 这个玫瑰纹身就是红玫瑰组织的记号 邱女士与哈娜根据魔度提供的地址 假扮成顾客来到了纹身店 哈娜需要从纹身师身上读取记忆 获取到37号人的长相 哈娜先是读取了大胡子的记忆 不仅什么都没读取到 还让大胡子误以为哈娜喜欢他 接着他又以认识光头 唯有读取了他的记忆 正当他读取完毕的时候 37号竟然自己走了出来 哈娜追上前将他弄晕 随后从他的记忆中 发现原本该死去的李中宰 竟然一直都没死 从哈娜口中得知这条消息的众人非常惊讶 他们分析是李中宰 诈死躲在幕后偷偷洗钱 然后再转移 却没想到壁框会在这个时候回到首尔 换句话说 就是李中宰想背叛恶鬼 不过根据37号的记忆来看 恶鬼已经知道了李中宰还活着 同时 在37号告诉李中宰家里的能力后 他竟然不相信 他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本事 对于李中宰 苏文认为这是他们的机会 因为目前他是唯一能够揭穿壁框真实面目的人 他手中肯定掌握着壁框大量的犯罪的证据 所以只要他们抓到李中宰 就能阻止那些家伙接近马队员 苏文将自己这些想法告诉了哈娜 另一边 正在值班的季逢突然闻到了恶鬼的味道 而伽利也来到了朴先生的面前 他们通过恶鬼领域找到了马队员 此时的马队员正在殡仪馆探望妻子 壁框询问马队员是不是放弃复仇了 如果是的话 他就将这个人放了 对面准备欣赏这一出好戏 朴先生利用墙脚划开了绳索 正当他要逃跑的时候 马队员出现在了他面前 见到先前想要杀死自己的男人出现在了这里 朴先生不停地后退求饶 马队员利用念力将他拉到身边 随后读取了他的记忆 从他的记忆中 马队员清清楚楚看到了自己妻子是如何被他杀害的一幕 正当他打算处死朴先生的时候 苏文一行人赶到 苏文告诉马队员凶手不是他 哈娜也说是接近他的那些恶鬼做的 是壁框利用了朴先生杀死了你的妻子 马队员一时反应不过来 恶鬼这时又一次出现蛊惑起了马队员 一边是苏文说的话 一边是恶鬼的话 朴先生恳求马队员能够饶他一命 正是这句饶我一命 让马队员产生了杀死他的决心 因为这句话 是他妻子曾经求饶说过的话 苏文倒地 哈娜中伤 朴先生死亡 他与壁框他们一样 吸收了朴先生的精华 能力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眼下完全体即将完成 苏文终于下定决心对他出手了 可恶鬼小队的家里不仅亲手杀死了没了记忆的王 还和壁框反目成仇了 马队员体内的恶鬼觉醒杀死了朴先生 苏文知道他已经不是从前自己认识的人了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释放全部力量与他对抗 两人从楼上打到楼下 打斗时马队员告诉苏文这只是自己第一步的复仇 接下来他会让那些参与诈骗的人全部死光 起初马队员一直压着苏文打 然而当苏文读取到马队员的记忆后 才知道是壁框使他变成这样了 一瞬间苏文怒气上头 反过来把马队员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马队员奄奄一息 苏文不舍得将马队员的手放在他胸前 就要进行驱魔仪式 这时壁框出现 从苏文手中抢走了马队员 另一边 加利出现在了哈娜身边 他与壁框的计划是一人对付一头 哈娜因为受了伤不是加利的对手 就当他要挖掉哈娜眼睛的时候 驱魔小队其他成员赶到 加利察觉不妙就要逃走 他想要找壁框的时候 才知道对方已经抛弃了他带着马队员先走了 壁框带着马队员来到了白话建设曾经的办公大厦 醒来后的马队员被恶鬼占据了意识 他告诉壁框 马队员的意志仍然坚强 如果想让他们合二为一 需要更加滚烫的复仇之心才可以 所以壁框必须给马队员更多的刺激 哈娜在丘女士全力的救治下活了下来 马队员现在的样子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眼下如果将真相告诉马队员也来不及了 因为一旦马队员知道真相 壁框就不会饶恕他 如果壁框与他体内恶鬼合二为一成为了完全体 那么壁框将获得与驱魔人一样的领域力量 也就是说 届时释放领域的技能就不再专门属于驱魔人了 恶鬼也可以释放 马队员的意识再次出现 他质问壁框真相到底是什么 壁框的回答是一切的根源 白头建设的总裁李中仔 只要杀掉李中仔 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报酬 听见李中仔三的字 马队员愣住了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李中仔明明就已经死了 自昨天壁框将家里抛弃后 家里便寒透了心 看着被送进监狱曾经的第三人小王 他想起了曾经壁框说的话 当时他询问壁框为什么不救小王 壁框则是说 结合自己昨晚的情况 家里更加确信壁框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假扮成律师来到了看守所 然后见到了已经没了恶鬼记忆的小王 他原本想放小王自由 然而小王却表现出了强烈抵抗情绪 见到对方如此 家里只好送他去了地狱 准备离开的家里遇到了前来找他的壁框 壁框向他解释着自己昨天的行为 可家里根本不信 至少目前壁框在他心里的形象一样哄他 两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为了查到李中载的位置 魔度拜托计逢卧底进到对方名下的房地产公司 进行打听消息 根据壁框偷拍到的视频画面 他们将目光锁定到了一名男人身上 这个男人是住宅工会理事长 与李中载同流合污 在没有任何渠道找到李中载的情况下 他们只好将目标放在了这名男人身上 然而就当他们前去寻找的时候 视频里的男人正在进行诈骗 他们将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集中在了一起 驱魔小队全军覆没 马队员联手壁框抓走了魔度 邱女士也被人陷害 为了找到李中载的下落 驱魔小队找到了李中载的小弟们 打算以此为突破口 当他们见到这群人的时候 这些人正在强迫上了年纪的老人搬走 只要乖乖配合他们就能多拿钱 不配合的一分钱都拿不到 苏文用念力将他们击退 邱女士带着这群老人躲在了一边 魔度则是帮着苏文对付他们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漏网之鱼偷偷跑了出去 这一幕被邱女士看到 当她追上去见到眼前人的相貌后 直接呆着 男人名叫林在月 是曾经邱女士刚当上驱魔人救下来的男孩 她原本以为男孩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未来 没想过会变成李中载的大手 愣神的功夫 林在月跑了 这群人当中 哈娜见到了曾经学生时期的学长 在校时哈内对其有好感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两人错过 小队成员热情款待了她的学长 酒足饭饱后 哈娜与学长散起了步 看着身边的哈娜 学长动情了 她提出了下次要和哈娜约会 白天手下被捕的事情传到了李中载的耳朵 当她得知林在月逃跑后 多疑的她认为林在月可能存在问题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李中载命令手下前去将林在月除掉 马队员在白话集团待了一夜 想着昨晚闭框与她提起的李中载 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一幕 那时候在民众反抗李中载的时候 马队员的妻子曾向对方下跪谱 女人恳求李中载可以将他们辛苦载的积蓄还给他们 然而李中载的做法是 给了她一把伞 然后 妻子当时受尽侮辱 马队员将这一幕幕尽收眼底 这些画面刺激着马队员的大脑 这让她对李中载的恨意愈加的能力 虽然闭框说了李中载没有死 但马队员还是决定自己亲自去确认下 傍晚 林在月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大哥正等待着她 大哥没有听她的解释 而是打算将她勒死 就在林在月即将死亡的时候 邱女士赶到一拳将男人打倒 此刻的邱女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救下的少年会在日后将她卖了 昏迷男人的手机这时响了起来 魔度将对方说的话录了下来 回到住处 他们从电话里分析出了李中载正在打高尔夫球 就当他们查询本事高尔夫球场时 哈娜感知到了马队员的存在 马队员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找到了当时证明李中载死亡的法医 通过读取对方的记忆 马队员知道了真相 原来证明医生收受了李中载的好处 这才做了假让世人认为李中载已死 苏文赶到时 医生已经眉了双眼 他们更加确信了马队员的目的是李中载 所以必须在马队员找到他之前 先找到李中载才行 回去的时候 哈娜电话响起 学长约他出来见面 学长带着他回忆起了学生时代的日子 哈娜知道学长的目的 于是先一步开口拒绝了他 就当哈娜转身离开时 加利出现在了这里 他用学长作为要挟逼迫哈娜救他 哈娜就伤未好 不是加利的对手 加利刺伤了哈娜的眼睛 没了一只眼的哈娜准备像之前一样 用身体感知他的行动 这时意外发生 在加利即将走到哈娜面前的时候 学长突然出现替哈娜挡下了致命一击 学长死了 哈娜愤怒了 体内的力量瞬间爆发 哈娜全力爆发将加利打败 在准备给加利致命一击的时候 壁框出现 加利以为壁框是来帮他的 然而却想不到自己被他一把掐住了喉咙 同时哈娜也被念力掐住 壁框一手一个 他认为既然加利准备放弃与他一对 那么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还不如成为他力量的一部分 这时哈娜用尽最后一口气将壁框打伤 站起来后的他才发现 哈娜与加利早已不见了踪影 哈娜将学长带回了驱魔小队的住处 丘女士使出浑身解数将他的命绑了下来 为了避免以后他再因为自己遇到危险 哈娜删除了学长大脑中有关他的记忆 加利重伤来到药店 在刚才的打斗中 加利读取到了哈娜的记忆 发现他是从重生中获取的力量 虽然他知道了哈娜是重生过的人 却不晓得他到底接受了什么复活的 第二天 林在月主动找到李中宰向他表明了忠心 而李中宰也给了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那就是将邱女士带来 此时的邱女士正在为林在月收拾着屋子 晚上吃完饭 邱女士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是林在月坐的手脚 醒来后的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到了一间仓库 李中宰手下见到邱女士醒来后没有对他怎样 而是让他打电话给魔度 听见对方这样的要求邱女士心里乐开了话 魔度很快赶到 邱女士索性也不装了 两人以压倒性的力量将这些人打服后逼到角落 随后将李中宰的手下带上车逼他说出李中宰的下落 就在他们前往李中宰所在的高尔复球场时 马队员通过法医的记忆找到了林在月 并从他口中得知到了李中宰的下落 马队员领先一步来到了李中宰面前 李中宰曾经侮辱过他的妻子 所以他记得马队员 没等他反应过来 马队员的力量就把他吓坏了 魔度与邱女士及时赶到 魔度牵制住了马队员让邱女士带着李中宰先走 魔度的干扰指使马队员只好先解决他 然而就当他准备处决魔度的时候 马队员的意识竟然占领上风阻扰了恶果 他来到邱女士面前利用念力强行停止了他的车辆 然后将邱女士甩到一旁 再一次来到李中宰面前 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魔度开枪阻止了马队员的行动 李中宰趁此机会驾车逃离 马队员想要追 无料却看到了驱魔小队的其他成员赶到 无奈之下 他只好跳入水中暂时放弃 马队员找到壁框 刚才的打斗让马队员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场战斗不是对方死就是他死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这一次 他找到壁框打算与他联手使用阴谋彻底除掉整个驱魔小队 壁框终于发现了驱魔小队的弱点 苏文的记忆被删除了 家里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驱魔小队一次又一次的阻止让马队员含了心 马队员终于下定决心与壁框联手共同对付驱魔小队 最近与恶鬼的几场战斗中 季逢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季逢主动出来寻找恶鬼 好在没有让自己失望 季逢闻到了恶鬼的臭味 并且这一次的味道是有史以来最浓烈的 他将自己闻到的事情告诉给了苏文 季逢所闻到的味道是马队员身上散发出来的 他故意出现在了一家酒店大堂 然后乘坐电梯按了顶楼 马队员刚离开大厅 季逢就带着苏文一行人来到了这里 不过当季逢走进来的时候 那股恶臭的味道突然没有了 季逢不明白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又消失了 他们来到马队员所乘坐的电梯 随后哈娜也同样按下了顶楼 他猜测恶鬼一定去了最上面 因为只有上面能俯瞰整座城市 然而就在电梯上升到一半时 季逢的能力突然恢复 此时的电梯已经到达75层 季逢告诉他们这股气味 不仅有马队员的还有壁狂的 随着电梯越来越接近顶楼 季逢能闻到的味道也就越来越浓烈 苏文终于明白季逢的能力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高度 对方所处的高度太高了 众人抵达顶楼 由于味道太大 季逢分不清方向 苏文尝试召唤领域 不过却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维根告诉苏文 不是领域失效了 而是根本到不了那高度 没有领域 苏文他们没办法抓恶鬼 维根听了命的呐喊着让他们赶紧逃离那里 然而还是晚了 壁框走了出来 这一切都是壁框的主意 是他故意让马队员引他们来到这里 驱魔小队需要领域 但恶鬼不需要 眼下这种情况 战斗无法避免 苏文选择单独对付壁框 剩下的人则对付马队员 可没有了领域的加持 驱魔小队根本不是恶鬼的对手 他们只能以人多的优势暂时牵制住他们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嘉莉出现在了这里 他抓住苏文读取了他的记忆 从苏文的记忆中 他发现苏文与哈奈一样 都是重生后才获得的力量 这一刻 一个大胆的计划涌现在了嘉莉的脑中 仅凭力量加力不是苏文的对手 可如果他删除了苏文重生后的所有记忆 他又会变成什么样 苏文记忆被删除 与他能力共享的维根也受到了影响 苏文没了记忆不省人士 壁框疯了 他无法再吸收苏文的能力 嘉莉打乱了他的计划 眼前的局面已然成了这般情况 接下来的发展又会如何呢 驱魔小队全员死光了吗 苏文的记忆被删除后陷入了永久的沉睡 嘉莉见到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后 兴奋的无法控制自己 没了苏文的能力 驱魔小队的战斗力瞬间减少一半 他们已经不是恶鬼们的对手 见到无法再吸收苏文能力后的壁框 将目光锁定到了嘉莉 嘉莉不是壁框的对手 眼看嘉莉就要被吸收 哈那一行人出手了 如果嘉莉被壁框吸收 他们就在无垠的希望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 哪怕驱魔小队尽全力阻止 仍然被壁框打得狼狈不堪 更何况还有一个马队员 关键时刻 会长扛着加特林赶到 强大的火力让壁框与马队员无法抵抗 驱魔小队趁此机会逃离了这里 苏文陷入了昏迷 与他缔结契约的维根 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来到了白地 所谓白地就是只有昏迷之人 才能抵达的地方 只有苏文苏喜 维根才能回来 通过先前的战斗 他们知道嘉莉与壁框决裂 为了防止嘉莉突然出现搞事 哈内决定先处理掉嘉莉 哈那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 苏文仍然无动于衷 于是他用意念进入到了苏文的内心世界 哈那进来后才发现 苏文的内世界竟是一片朦胧 他在不远处发现了蹲在地上的苏文 哈那想知道苏文怎么了 然而苏文竟然忘记了哈那 并且还不停地说着大家都会死 哈那分析苏文的潜意识中 已经认为他们已经死了 他不愿面对现实 所以才一直不肯苏醒 可是苏文如果一直不苏醒 与他缔结契约的维根就危险了 留给驱魔小队的时间不多了 另一边 嘉莉找到了李中仔的手下 通过读取记忆 嘉莉得知了李中仔明晚就要逃跑的事情 不仅嘉莉知道这条消息 丘女士通过灵在月也知道了李中仔要逃跑的事情 因为驱魔小队也不知道李中仔的去处 丘女士这才决定 试试能不能从灵在月身上获取一些信息 几人聚在一起 丘女士认为如果错过今晚 可能就再也抓不到李中仔了 所以她认为该出动 但继风和会长却认为没有苏文的能力 他们胜算很小 毕竟马队员也一直在寻找李中仔 如果他突然出现 他们几人根本无法招架 就在双方意见产生分歧时 魔度战了出来 苏文曾经说过 你对不起 苏文你 我们 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们能做到 我能做到 我们能做到 李中仔驱车来到港口 正当他打算打电话询问小弟时 嘉莉突然出现 不过没等嘉莉反应过来 哈娜一行人也赶了过来 见到这群人又跟过来了 嘉莉只好暂时放弃对付李中仔 他与哈娜再次战斗到了一起 哈娜故意被嘉莉弄伤 然后躲了起来 嘉莉找寻了半天 发现了不远处的集装箱有异常 他斜笑着走了进去 看到了蹲在角落的哈娜 然而当嘉莉认为 一切都在他掌控中时 却不知道这一切 都是哈娜与季逢的阴谋 恶鬼小队彻底瓦解 嘉莉被召唤了 壁矿杀死了恢复正常的嘉莉 吸收了他体内的能力 直接变异 哈娜利用计谋将嘉莉困在了集装箱里 来之前他就和季逢商量过 他知道嘉莉的速度太快 想要以正常手段获胜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他拜托季逢 在他将嘉莉引诱到集装箱后关闭大门然后堵住 没了光芒嘉莉宛如被砍去双手 反叹哈娜 因为之前他就训练过用感知战斗 所以在黑暗中的他仍然能如鱼得水 嘉莉被哈娜打得无从招架 唯一的一只眼睛也被哈娜打下了 嘉莉陷入了疯狂 不停地用纸虎扎向集装箱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费尽了千辛万苦 嘉莉终于被召唤了 三级恶魔嘉莉被消灭 这是众人近期遇到最快乐的事情 与此同时 马队员为了找到驱魔小队的栖息地 主动出现在了曾经一直称呼马队员为亲爱的婆婆面前 他打算利用婆婆找到他们 马队员将婆婆送到了警察局 会长接到了婆婆把她送回家 出来的时候马队员读取了她的记忆 从她的记忆中 马队员知晓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会长的话让马队员产生了动摇 同一时间 坐在警车里的嘉莉醒了过来 这时的他已经什么都忘记了 行驶中的警车突然急刹车 壁框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在解决掉警察后 壁框来到嘉莉身边 他打算再次尝试唤醒苏文 来到苏文内心世界 哈娜见到了上一部的人物池清晨 不仅如此 壁框与嘉莉马队员全都出现在了这里 对他进行蛊惑 苏文本就脆弱的内心更加崩溃 他见到了驱魔小队全员死亡时的场景 这一幕对他来讲犹如地狱 哈娜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苏文根本不幸 见到他执迷不悟 哈娜尝试给他灌输记忆 然而当苏文看完后 仍然没有效果 他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这一幕他深知即将要发生的结果 苏文意识即将崩塌 维根即将消失 在大货车撞向小苏文的时候 苏文终于清醒了过来 哈娜回到了现实世界 久违的领域再次出现 他亲手将维根带离了白地 直发变卷发 意味着他醒了 一框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深知无法再得到苏文能力厚得他 决定吸收马队员的力量 马队员不仅可以读取删除记忆 还可以从领地中获取力量 他的能力相比苏文而言更加强大 之前他一直把目光放在了苏文身上 所以忽略了马队员 就在壁框马上出死马队员的瞬间 苏文醒来 驱魔人的领地随之出现 这一刻的马队员 竟然可以从驱魔人的领地中获取力量 马队员体内的恶鬼 短暂地获取到了身体控制权 强大的能力席卷全身 壁框四肢被折断如死狗一样 躺在了地上 看着离去的马队员背影 壁框只能无能狂怒 就在刚才领地释放期间 哈娜通过领地获取到了马队员与壁框发生的一幕 驱魔小队知道马队员与壁框决裂了 没有了壁框与他勾结 马队员下一个目标就是李中仔 为了保护李中仔 魔杜打算亲自护送他到看守所 他将李中仔送上车 李中仔为了让魔杜好好保护自己 说出了一件他们不确定的事情 那就是整件诈骗事件的幕后黑手 虽然魔杜他们也猜测过壁框就是幕后之人 但苦于没有证据 眼下李中仔提了出来 说明他手中有着壁框犯罪的证据 李中仔为了活下去 以这件事为交易 只要魔杜可以让他平安活下去 他就把证据交给魔杜 再由李中仔的车辆缓缓启动 季逢一行人在后面跟着 他的任务是寻找马队员的气味 而苏文则提前抵达看守所准备迎接 就在汽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季逢突然闻到了马队员的味道 同时李中仔所乘坐的汽车方向盘也失去了控制 魔杜抢来方向盘想要控制车辆 抬头时尽看到了马队员就站在不远处 马队员用念力控制住了季逢一行人的车辆 随后将魔杜击飞 预警全部抛向空中 只留下李中仔一人后驱车前往的妻子文指所在之处 然而就在他前往途中 马队员的母亲竟然在今天来到了文指这里进行祭典 抵达目的地后 马队员用念力控制了汽车引擎 他打算让车辆自然与李中仔同归于尽 这时马队员母亲走了出来 恰巧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马队员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母亲 趁着马队员出神时 李中仔砸碎玻璃逃了出去 马队员见状下车就要拦截 却遭了母亲的阻止 母亲哭着尝试唤醒马队员让他放弃仇恨 还说如果想杀人就先杀他 马队员见到母亲的样子心软了 就当马队员犹豫不决时 恶鬼瞬间抢夺了马队员的身体 然后将他母亲锁了喉 马队员清晰地看着自己不受控的身体 奈何恶鬼已经抢夺了身体控制权 他只能眼睁睁望着母亲渐渐死去 关键时刻 苏文赶到 他用念力击飞了马队员 随后释放领域准备与他开战 可领域加强的不止只有苏文 还有马队员体内的恶鬼 苏文无法抵抗马队员爆发的力量 他将苏文按在身下 说出了这样的话 马队员以自残的方式阻止了恶鬼 慌忙逃离了这里 马队员能力的一变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们原以为只有完全体恶鬼 才能掌控驱魔人的领域 没想到没达到完全踢的马队员 已经能控住了 这样下去 以后苏文再也不能使用领域加强自己 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将马队员除掉 然而苏文却与他们有了相反的想法 刚才战斗的一幕 让他知道马队员已经不想这样下去了 一切都是恶鬼在操纵他的身体 苏文说的话魔度不相信 驱魔小队因为马队员意见产生了分歧 同一时间 马队员体内的恶鬼彻底失控 他已经可以随时掌控马队员了 马队员想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身体 但根本做不到 就连自杀这一条路恶鬼都堵死了 恶鬼完全体诚了 闭矿竟然故意让马队员杀死自己 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马队员体内 控制了他的身体及意志 马队员体内的恶鬼占据上风 甚至扬言要杀死马队员身边的所有人 包括他的母亲 恶鬼的这副嘴脸让马队员感到恶心 但他目前却毫无办法 被马队员折磨后 李中宰没了以往嚣张的气焰 眼下他已然是破罐子破摔 不管是马队员也好还是闭矿 他总要弄死一个 所以他叫来了魔度 将自己手中掌握的证据拿了出来 这项证据足以让壁矿做一辈子了 不过一旦公开这段影片 所有人都会知道 马队员更是会找壁矿 魔度建议在影片公开前 召唤马队员体内的恶鬼 魔度的提议引来了苏文的反对 他还是建议先尝试说服马队员 种种迹象表明 马队员自己说不定此刻 最想亲手停止这一切 苏文说完 魔度与他争吵了起来 这时哈娜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可以让苏文通过释放领域 与马队员取得联系 双方达成了共识 就在苏文打算沟通的时候 看守所内的壁矿先一步 找到了李中仔 此时的壁矿决定干一票大的 苏文释放了领域 与马队员建立了联系 他将他母亲安然无恙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还称已经删除了老太太之前的记忆 想到自己差点害得母亲遇害 马队员动摇了 苏文称现在回头一切还都不完 他会让一切恢复原样 所以 我真的想到你 马队员坚定了想法 没了恶念 体内的恶鬼陷入泥潭 然而另一边 闭矿来到众多记者面前 随后将李中仔的头颅扔了出来 并说他要将白话建设一切的真相公之于众 驱魔小队正在某一处地点等待着马队员 按理说这个时候马队员应该已经到了才对 这时魔杜接到了电话 电视上也直播起了闭矿的画面 闭矿说他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杀死马队员妻子的也正是他 马队员透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切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闭矿 通过记忆读取看到妻子当时惨死的画面 他将闭矿举过头顶 闭矿故意用言语不停地激怒马队员 随着能力和灵魂被马队员吸收 碧矿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在了他的体内 他将原本存在马队员体内的恶鬼吸收 二者合二为一 完全体出现 碧矿的阴谋达成了 这个呀马队员 那你 안에서 永远离散 可大 아니 이제马队员 없는 건가 马队员的力量无人可当 现在的壁矿不仅能使用领地的力量 还能躲在领地中 季风更是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 以往的恶鬼驱魔小队只要将其打败后进行召唤即可 可如今面对完全体恶鬼 维根是这样说的 소아는 이제 의미가 없어 확인 즉시 사살할권 사살 维根的话吓了苏文一跳 他告诉众人只是容下的命令 这样的结果是众人没想到的 虽然容下了死命令 但苏文却认为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他不相信马队员就这样被吞射了 虚魔小队内部产生了分歧 魔度认为壁矿与马主席已经牵连态度无辜了 没有必要在冒险进行召唤 魔度的话哈娜也赞同 然而苏文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占据马队员身体的壁矿来到白话建设 感受着这份不可思议的力量 现在的他恢复能力远不是曾经可以比拟 如今有了这样的力量 他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除掉苏文 吸收他的能力 因为意见的分歧 魔度与苏文打算各自行动 苏文预感马队员的意识没有消散 所以他拜托哈娜 希望可以借助他的能力进入马队员的体内 苏文展开领域 与壁矿进行了连接 进入内世界后 壁矿以新的造型出现在了苏文面前 苏文进入了黑暗世界 他被体内的壁矿以压倒性的力量制服 眼看苏文就要命丧于此 关键时刻 马队员的意识竟然出现了 拯救了苏文 苏文将马队员还存在的消息告诉了维根等人 可哈娜却不敢确定苏文见到的是否是真的 维根告诉他们 既然马队员的意识还在 那么就有召唤的可能性 可这渺小的可能性将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因此 龙的立场 不会改变 必须杀掉马队员 另一边 魔度带着小弟前往了白化建设 魔度命令小弟在外等后 他则是进去调查 然而就在魔度刚走进去查看时 小弟竟然跟着走了进来 还说远处有一具尸体 魔度顺着他的话走了过去 并没有看到什么尸体 转过头的他发现小弟正要自杀 于是魔度一个飞扑阻止了小弟的行为 闭矿从暗中走出 是他控制了小弟的意识 魔度想要反抗 可他根本不是完全体的闭矿对手 手枪对闭矿已经不起作用了 闭矿以压倒性的力量将魔度打残 他想要通过魔度找到驱魔小队的其他成员 得知闭矿意图的魔度正要了结自己 这时小弟开枪了 闭矿脸部重担 气急败坏地将小弟拉到面前 然后掰断了他的脖子 转瞬间 闭矿发生了状况 小弟的死让仇恨占据了魔度的大脑 他准备拿着机关枪对付闭矿 小队成员赶到他面前了解了情况 苏文仍然阻止魔度 他将马队员意识还在的消息讲了出来 可魔度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直接打了苏文一拳 至此 魔度孤身一人前往报仇 苏文为自己没有阻止闭矿大喊了起来 最强驱魔人苏文即将三段觉醒 他按下了引爆装置 打算与闭矿同归于尽 驱魔小队与完全体恶鬼的终极一战即将开始 与苏文决裂后 魔度打算直升前往复仇 哈娜担心魔度的安全 于是决定陪他一同前往 可两人来到白化建设后 这里哪里还有闭矿的身影 就连小弟的身体都不见了 两人无功而返 哈娜称如今这个局面 只要闭矿不出现 他们是无法主动找到他的 这时魔度有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他们主动展开领域 等毙矿上钩 然后用机关枪突突死他 哈娜驳回了魔度的话 在得知马队员意识还存在后 他就和苏文有着同样的想法 那就是召化而不是杀死 虽然恶鬼越来越强 但只有他们办法 才能改变容的想法 魔度原以为哈娜是支持他 所以才来帮他 如今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他询问哈娜为什么要跟着他 魔度电话突然响起 他与哈娜来到医院 见到了本该死亡的小弟 原来在壁矿杀死小弟后 马队员的意识突然出现 短暂地控制了身体后 才将他救了下来 见到小弟还活着 魔度欣喜不已 与此同时 正在等待其他人回来的 季逢拿下了比赛 然而刚拿下来比赛的季逢 就闻到了壁矿的味道 完全体的味道令季逢无法不信 虽然他无法辨别方向 但他却知道壁矿已经找上门来了 他们不是壁矿的对手 只能藏起来等待苏文赶来支援 壁矿之所以知道这里的位置 那是因为之前在马队员抢夺意识时 壁矿为了夺回控制权 不小心读取到了马队员的记忆 从他的记忆中 这才知道了驱魔小队的藏身处 壁矿缓缓地搜寻着小队的身影 躲在桌子下的三人不敢吭声 会长告诉季逢 一会他会去吸引壁矿的注意力 季逢则趁此机会前往通风口 打开装有炸弹的装置 这件事只有他与苏文知道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看来会长已经做好了 与壁矿同归于尽的准备了 壁矿检查了此处的各个房间 都没有发现小队的身影 于是他又走了出来 季逢拼命地捂着鼻子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然而声音还是发了出来 没等会长出去 修女士率先跑了出去 紧接着会长也出现了 两人被壁矿打倒 季逢打开了装有炸弹的装置 眼看就要按下去 壁矿用意念阻止了他 三人全部被击溃 好在苏文及时赶来 壁矿将季逢在一边 苏文还是召唤了领地 可他根本就不是壁矿的对手 见到苏文被击溃 季逢三人一同冲上前帮忙 但一切都是徒劳 维根劝说苏文赶紧离开 目前的他根本不是壁矿的对手 苏文听后没有理会为根 既然打不过壁矿 那就想办法把他留住 苏文按下了引爆装置 然后趁着铁门关闭前 将所有人送了出去 壁矿将他拉到身前 以压倒性的力量将他按在身下 关键性的一刻 众人合力将大门抬起 魔度冲上前将壁矿击飞 他与苏文和好吗 驱魔小队六人齐心协力 准备一同对付壁矿 今天一战即将开始 明晚大结局不见不散 惊奇的传闻大结局来了 苏文终于成功召唤了完全体恶鬼的壁矿 距离自毁装置爆炸仅剩四分钟 驱魔小队利用团队协作将壁矿打得节节败退 然而这并不是壁矿的全部实力 壁矿仅停一声嘶吼 就将季逢与会长打残 其余四人合力用念力将壁矿控制 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了壁矿 而是要将它召唤 哈娜提议苏文释放领地再次进入他的体内 可苏文却怕释放领地后壁矿的能力得到增强 察觉到了苏文的担心 哈娜一行人用言语给予了苏文信心 苏文不再有顾虑 释放出了领域 随着领域释放 壁矿身上的伤害肉眼可见的恢复不出 苏文再一次来到黑暗世界 这里的壁矿接近无敌 可以随时分裂出新的身体 体内的壁矿与苏文大战 外面的世界其余五人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壁矿利用超强念力一只手同时将五人举起 紧接着另一只手提起了苏文的肉体 领域没了 会长 季逢 邱女士 魔度 哈娜全部昏迷 体内的苏文苦苦哀求着马队员的出现 只有马队员的意志出现才可以拯救他们 可无论苏文怎样呼喊 马队员都没有现身 苏文没了动静 眼泪从眼角掉落 顷刻间 马队员的意识苏醒 壁矿被耀眼的光芒照得睁不开眼睛 马队员夺取了身体控制权 随后缓缓走向了楼梯 与壁矿同归于尽 壁矿的身体出现裂纹 苏文没有眼睁睁看着壁矿死去 而是使用最后的力量将壁矿召唤 长久以来的斗争 终于在苏文的手上结束了一切 召唤成功了 哈娜感知到了壁矿的消失 自毁装置在刚刚也被苏文用意念破坏了 丘女士准备上前治疗马队员 这时哈娜发现 原本应该醒来的苏文竟然没有任何苏醒的痕迹 因为马队员不愿面对现实 所以她活在了虚假的世界 在曾经他们买好的房子里等待着妻子的出现 苏文找到马队员 希望她可以面对现实 毕竟马队员的母亲还在现实世界等着她 马队员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她只想一辈子躲在这里 马队员的肉体逐渐死去 这虚假的世界也即将崩塌 苏文说起了曾经马队员是如何一次次帮助她的事情 苏文给予了马队员承诺 她承诺一定会让马队员再次见到她的妻子 苏文发自内心地恳求着马队员 马队员醒了 苏文也醒了 丘女士让马队员陷入了昏迷 醒来后的她不会再记得恶鬼进入她体内之后的事 毕竿的灵魂来到维根所在的地方 地狱之门出现 毕竿留下狠话 她保证自己还会再回来 维根开启了大门 毕竿主动跳了进去 进去地狱的毕竿 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吞噬 虚魔小队迎来了胜利 魔度在将马队员送往监狱前 让她见到了母亲 苏文找到维根 说出了让马队员见她妻子的事情 这次恶鬼被消灭 苏文的功劳最大 维根拿她没办法 同意了她的请求 苏文见到了监狱内的马队员 然后趁她睡着时 释放出领域 马队员的意识来到天堂 在这里见到了妻子 妻子警告马队员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她会一直守护着马队员 苏文找到其他成员 说出了自己要去国外出差的事情 其他人听闻 直接找到了维根 想要询问到底 为什么让苏文单独行动 维根说这是苏文自愿的 自马队员一事后 苏文不想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所以才决定出国 除了抓恶鬼外 她还要训练国外的其他驱魔成员 小队恋恋不舍送的苏文前往机场 然而季逢却在这时 闻到了恶鬼的味道 苏文被丢在半路 小队成员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每个人曾经的遗憾 现在都有所弥补 处在国外的苏文 特意找到了一名外国女孩 她让维根闭上眼睛 当她再次睁开时 女人出现在了维根的面前 她正是维根的女儿杰德 一切圆满结束 最后 虚魔小队成员穿上西装 来到了废弃游乐场 准备惩罚再次作祟的恶鬼 这时苏文走了过来 小队成员再次聚在一起 一同召唤了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